安娜貝爾 安娜貝爾CREATION 安娜貝爾造念 由鬼關燈的導演 大衛桑德伯格指導 安娜貝爾第一集的編劇 蓋瑞道伯曼撰寫 同時她也是即將要上映的 IT的編劇 一樣是由瘟子仁擔任剪製 這部片是2014年安娜貝爾的前傳 同時也是 麗英仔宇宙的系列作之一 首先說明一下 我對麗英仔宇宙不是很熟悉 目前我也只看過麗英仔第二集而已 就是有很恐怖的修女的那一集 所以接下來我只是做一個簡單的心得分享 首先我覺得電影的前半段是挺不錯的 很成功的讓人進入到這個世界裡面 一個小鎮郊外的大房子 非常的有氣氛 不錯的恐怖片的舞台場景 鋪陳節奏相當順暢 讓我可以一步一步的進入到這個 恐怖又殘暴的故事核心 可惜預告片 預告片 預告片破壞了一切 這部電影的預告片 它提供了太多的劇情 還有細節 把這個故事重要的許多懸念都破壞了 如果我是在沒有看預告片之前 就去看這部電影 或許我會給這部電影更高的分數 這個故事或許可以更吸引我一些 看看片商 又是華納 離婉 裡面的幾個角色雖然都很扁平 但也都很成功很稱職 失去寶貝女兒的老夫妻 同時似乎又有著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 白目的青春期少女天不怕地不怕 最喜歡八卦 唯一正常的大人是有信仰的修女 她就負責保護大家的工作 還有一起長大的小女孩 感情很要好的 Janice和Linda兩個主角 雖然每個角色出現的時候 你就大概知道具體會發生什麼事情 不過因為這些人物的簡單 和單純的個性 你很快就會認識他們 喜歡他們 並且在乎他們 這集少了華人夫婦之類的救星存在 於是我們看到幾個婦孺 他們就必須保護彼此 很好的是他們沒有一般恐怖片中 受害者只會尖叫的那種設定 雖然他們沒有什麼力量去對抗這些惡靈 但在電影當中看著他們的遭遇 反而讓我們有一種 普通人的感同身受的感覺 安娜貝爾造孽是在講 安娜貝爾這個鬼娃娃的奇緣 而電影的主軸 就是在講惡與惡靈的奇緣 當然是跟西方人的信仰是有關係的 電影中主角說到 抑制脆弱的人的惡靈才會來攻擊你 除了被攻擊之外 可能還會被惡靈利用 最嚴重的是自己可能會成為邪惡的依法 而所謂信仰不堅定的人 在這部電影當中 似乎指的是那些 無法面對自己生活遭遇的人 沒有辦法接受自己命運的人 也就是在西方人的信仰中 沒有辦法克服上天給你的考驗 這是在這部電影當中 於是這些人的脆弱面 變成為了惡靈 生長茁壯的土壤 這便是所謂惡靈的起源 我不喜歡這部電影的地方 是劇本的套照感 電影中有很多精彩的恐怖的橋段 都有關鍵的道具或者是場景 這些機關設計的都有一點硬 比如說那個一二樓之間的座椅電梯 井、玩具槍、兄女房間的那個升降體 十字架還有稻草而已 為了要讓這些東西出現 他會先設計一場戲 去介紹這些道具還有場景 但無論他怎麼解釋這些東西的由來 這些東西看起來就是準備要再下一場嚇人用的 不良於行的小女孩Genius 是這部電影前半段的主線劇情 會讓你很不忍的看著 她被大家欺負 而後面幾個重要的鏡頭 她也演得相當棒 飾演Linda的Lulu Wilson 雖然還是個小童星 但已經是恐怖片的老手了 這個演員她有一種相當獨特的聰明和冷靜 很多她跟安娜貝爾的對手戲 都演得非常的精彩 整體而言這是一部不爛不腦材 氣氛相當棒 節奏也不錯的恐怖片 除了成功嚇到人之外 也相當用心的經營人物之間的關係 有人說這部電影很多笑點 我是自己一個都沒有找到嗎 因為我全程是在一個很害怕的狀況之下 把它看完 我會特別推薦給跟導演一樣 對燈泡有莫名恨意的人去欣賞這部電影 安娜貝爾兆涅 這部電影我給的評價是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請幫我按讚還有分享 並且找找你的訂閱鈕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之內 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的話 請別忘了在訂閱之後再按一下那個小鈴鐺喔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或者想法 無論是對這支影片 或者是對安娜貝爾造孽這部電影 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讓我知道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了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電影 掰掰 鏘子